地球上的能源逐渐枯竭 环境也愈加恶劣 油价也在飙升 环保节能已成为了汽车发展的主要方向 然而依然有一些厂商会研制高排量的汽车 你开过最烧小的车是哪款 买车贵 用车更贵 1.福特猛擎 福特猛擎系列是美国的经典皮卡系列 尤其是其中的福特F150 长年高居美国是大畅销车榜首 虽然名誉天下 但美国皮卡的油耗也是小于全球 以F150为例 工信部的油耗在14-17升每100千米 但因个人使用差异 实际油耗在15-30升每100千米之间 高油耗自然动力也大 微型8缸防抖机 最大功率310马力 最大扭矩495牛米 参考价格50万-85万 小编室买不起也用不起 2.兰德库鲁泽 这款车是丰田的一款进口越野 不过和日系向来省油的特点不同 这款陆地巡洋舰的工信部油耗为14.4升每100千米 但在市区的油耗高达23.52升每100千米 这个油耗是真的烧钱 当然4.7升的VUTiV系 八缸防抖机 可输出最大买力288匹 动力非常惊人 参考价格49万-101万 虽然价格昂贵 油耗也高 但买的人却非常多 谁叫别人这么霸气呢 3.日产图乐 图乐是日产汽车首款全只算ACV 搭载一台采用高内止喷等技术的5.6升V8防动机 最大功率达到了398马力 动力是没话说 但油耗可就吓人了 在市区百功率油耗竟然高达25升每100千米 油老虎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防动机烧的不是油而是钱 也因此涂漏的油箱容积达到100升 该车的参考价格119.8万 不过相信买得起的人也不在乎这点油钱了 保持中行为下再吵人面 管理大会 被取识者洗裂 用下来 判内装 各项准备 当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